Thank you Erika 在2001年主演的科幻片《全神》里 对着虚拟人物一下摸头发 一下摆出耍帅姿势 王力宏诠释出这角色有些自恋 但实际上她在戏外似乎也有些类似 就连好友黑人陈建州也在在访谈中提过 王力宏会对着镜子演戏 怀疑她其实只爱自己 而这次面对前妻核弹及爆料 王力宏在成疾之后收录回音的内容 就坦承两人从2014年3月 就开始看这对婚姻的心理医生 还看了五位却没办法好转 说活在恐惧勒索威胁之下的是自己 也指控李静磊曾以肚子里的孩子逼婚 还有录音佐证 对此李静磊再度反击 PO出当初心理师的原文分析 就写到王力宏的问题 是会不断看亲友说妻子有精神病 这种做法对妻子甚至是种精神虐待 甚至提到王力宏一直想换心理师 只是想找到同意自己是正常 而太太是疯子的治疗师 李静磊曾提到 心理师认为王力宏有性成瘾 和自恋型人格的问题 且资商过程不能录音 若有是违法的 如今双方撕破脸 王力宏想带出前期有精神病的风向 却没料到对方早有准备 搬出证据 再度拿下第二局 TVBS新闻王力宏观影太高了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铛